这个页面,反正记得一定要个别独立 你不要把DIV放在人家的DIV里面 这样将来一显示就错乱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了 再来的话 上面放一张logo的话 这个logo在哪里? 其实在我们的 练习档里面 我们的那个练习档 练习档是102 102里面对不对 这个里面不是会有一个叫logo.gif 我要如何把它放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网站不是放在这里 对 一般我习惯 我就把这个练习档里面的image的资料夹 直接复制就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贴到哪里?贴到这里来 这里面就会有三张图 我其实主要这一张 但是问题 你会发现你把它贴过来之后 Dreamweaver里面会不会出现 我先 如果它没有出现的话 记得把它重新整理 OK 等一下我先再一次 这个 因为怕 到时候 如果像这边我把它删掉 重新整理 它不见 如果说 我把这个images放进来 假如说你切过来 它不会 它不会自动重新整理 所以你如果让它看到的话 记得 请你 要 再按一下 重新整理 或者是说 可以记一下快速键 一般重新整理 就按 F5 你也可以按 F5也可以 OK 或按一下它 那images 这里面就有一张图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张图 帮我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上面这边来 本来里面是什么 里面 没有 里面好像是什么 夜首 两个字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 这个图放过来的话 特别重要 请你先把夜首两个字删掉 然后呢 直接把 这个logo 拖拉到这边来放开 当然你也可以用插入 图片 从档案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这边有的 你可以把它 logo 直接拖拉 放开 然后他问你说 你要不要有 超连结文字 要不要替代文字 不要 要不要连结 不要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张图就过来了 那你会发现 这边呢 他会自动帮你在这边增加一些程式 有没有 就是image 这个应该有印象 IMG SRC 这是这个路径 就是这个image 底下的这个 所以 这个工具的好处 会自动帮你写色 另外的话 它的宽度 跟它的高度 也会自动帮你 这是 WITH 宽度多宽 大概就390个像素 高的话 是54个像素 当然如果大小 你可以再自己 再调整一下 这个OK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做出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 大概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按即时 一张图就出来了 不过你会想说 是为什么这边白的 然后切过来变黑的 我跟各位讲 只要是GIF的图档 有些是 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你背后是黑的 它显示出来就黑的 所以以后 如果你的背景颜色改成白的 它背景就白的 这个部分 背景能不能改 可以 不过后面我再跟各位讲 怎么去改那个背景颜色 然后再把它切回 即时 即时就是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有没有 其实这边 长得就有点像手机的 画面大小 你可以自己在缩方 类似像这样 将来在手机上看到 就是长这样 OK 然后呢 可是还没结束 我们希望什么 在这个 这个图下面 做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类似像这样 OK 这个其实就越来越接近 手机上面看到的画面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 Net Netbar Netbar 就是 这个也是JQ Mobile 里面的一个导览列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东西 只要是大大的 你以后手这样一点 绝对点 不会点歪 你不要点歪 一定可以点得到 如果还点不到 那真的是 应该是有点问题 要看一声 但如果也网页的话 当然就是网页连结 像上次我们做那个超联系 就很难点 因为我们毕竟手不是 一个滑鼠游标 像这个箭头 就很容易点 但是呢 如果你要在手机上 基本上都要用 Netbar 可是Netbar 要做Netbar 很麻烦 不是很麻烦 很容易做错 因为以之前 同学做的经验 这个错误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 我把细节 当然最后做完的话 程式没有多少 就长这样 就是一个 DIV 它的Data Raw 是这个 外面结束一个DIV 然后呢 里面的话就是一个项目清单 UL到UL 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就LI到LI 里面就放 这三个东西 再做超连结 连结到哪里 连结到Page1 Page2 Page3 OK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把图放进来 第2个在这个下方做Netbar 那怎么做Netbar 请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下方 会需要有三个项目 所以这三个项目的话 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跟认证课程 那我刚刚是已经把它 把它复制贴到这里了 所以有三个项目 所以我直接把它复制好了 1、2、3 你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自己打 新书登场Enter 最新消息Enter 新书登场 认证课程 我 已经把它放在记事本这边了 然后把它复制 贴的话 特别注意 我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特别注意 这张图的右边 点一下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 OK 特别注意 不要按Enter 多个Enter可能效果会 不一样 那特别注意 你在这边 直接把 这三个项目贴上之后 再把这三个项目 把它变成项目符号 怎么变项目符号 选起来之后 然后 请注意到下方 会有一个叫做项目 项目编号 的一个选项 就这个 一点一个项目 一点一个项目 这边 就要点这里 这个叫项目清单 OK 点项目清单 那你们可以看 目前的话 它现在是 P到P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但是如果你变成项目清单的话 它会变怎么样 来点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点完项目清单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子 什么 UL 有没有 到UL 然后里面一个项目 就LI LI 特别注意 所以网页也是一样 就大概长这样子 好那我们已经完成 第一阶段了 但是问题现在 你直接看的话 假如说我直接把它切到即时的话 它变成长这样子 最新消息 这感觉就有点像网页 不像是手机的App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手机的App 特别注意 关键的时刻来了 请你把UL到UL外面 再包一个东西 Enter一下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当然你可以 自己用上面工具 如果发现用那个工具 用工具很容易打错 首先的话 请你自己打一个DIV DIV 到DIV 这个DIV 那UL 结束的地方 请你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把DIV 复制过来前面加一个斜线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用一个DIV包起来 那你会发现外面多一个框线 就这个 框起来 好 我已经帮你包起来 但问题你现在切过来看 它 你没什么改变 对不对 特别注意 请你把这个DIV 后面加一个叫DataRaw的东西 就是 把这个DIV改一个角色 Data 你这个最好自己打 不过它会提示 你打个Data 后面出现了Raw 打一个 角色 Raw Role 等于 有没有 你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 有个叫Netbar N开头的 Netbar 有没有 就这个 也就是把他的角色 帮我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导览列 OK 这样子 就完工了 那完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我再切到即时 有没有发现 它就 分散开来了 但你想说 还是很丑 跟原来想象 差距 对 没办法 因为 说真的有些东西 没办法马上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我们未来想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就好看多了 还是有一段距离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需要做什么 把 这些 把它切回来 把 最新消息 点击做超连结 那怎么做超连结 OK 特别注意 选取这个最新消息 这边做比较简单 下方会有个连结 连结的话 请你前面记得加一个 警符号 警的符号 就是那个什么 加一个 shift加3 然后呢 后面 加上它连结到哪一个页面 叫page 这个应该是 page多少 page1吧 OK 这边需要 连结到page1 把它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新书 这边就多一个 这边就个ahref 紧 到那个page1 这边的话呢 这个选取新书登场 把它连结到哪里 page2 所以我刚刚是用复制 Enter一下 那这个的话是连结到page3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切过来及时看一下 有没有 好像又比刚刚又漂亮一些些 现在连结可以连结 最新消息 过来的没有 上一页 这边先切一下 我们还没做上一页 新书登场 有过来的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做完的话 你等一下点点看 如果你等一下点下去 它没有连结过去 那表示你刚刚做的 那个页面就出问题了 出问题怎么办 建议你砍掉重电 重做比较快 OK 好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先做到这里 但是还是丑丑的 怎么办 等一下可以让它变漂亮 也就是说 还可以再加 图示 然后呢 换个颜色 让它变得漂亮一些些 还记得怎么做吧 动作有点多 好 重点 回顾一下 一 先在这边按个 先在这边直接输入 三个东西 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认证课程 二把他们选取起来 然后呢 点击项目 清单 它就出现 UL到UL 然后呢 外面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就是DIV DataRaw 等于NetBar 然后这边的话记得DIV结束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把这边做超连结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选起来 这边打 Page1 Page2 Page3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